歡迎來到我們的中國股市節目 這些事件不僅展示了全球商業格局的變化 還凸顯了一些行業內部的緊張局勢 從HSBC決定出售其阿根廷業務 到Luxianity可能即將私有化 再到中國科技行業的非競爭條款問題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探討的話題 接著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在全球科技創新 和新能源車領域的一系列重大措施 這些動作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散關注 中國正重新啟用兩種再貸款工具 提供巨額貸款支持科技創新公司 新能源汽車的銷售比例 預計將在未來幾年內穩步上升 不過在國際舞台上 中國的行為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特別是在涉及外國選舉干預的問題上 最後我們來聊聊中國電動汽車 eFi市場的最新動態 理想汽車計劃退出一款更加經濟實惠的新車型 以吸引家庭用戶同時 BB出行與廣州汽車集團的合資公司 計劃明年開始大規模生產自動駕駛變動出租車 與此同時 香港的首次公開募股IPO市場正迎來春天 而中國內地的股市則因監管限制面臨挑戰 但仍不乏看好中國經濟潛力和技術創新的聲音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一起探索這些變化背後的故事和機遇吧 在近期的財經領域中 幾件大事引人注目 不僅展示了全球商業格局的變化 還凸顯了一些行業內部的緊張局勢 從HSBC決定出售其阿根廷業務 可能起洋題可能即將私有化 再到中國科技行業的非競爭條款問題 這些事件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日經亞洲報導HSBC宣布將其阿根廷業務 以5.5億美元的價格賣給Grupo Financier 這一舉措將導致該銀行出現10億美元的稅前虧損 這一決策是HSBC持續專注於亞洲市場 或離非核心業務戰略的一部分 該銀行已經出售了其在加拿大和法國的零售銀行業務 HSBC表示Gb交易將在未來12個月內完成 對其一級普通股權資本比率的影響 將是微不足道的 銀行將於4月30日發布其第一季度財報 另一方面 南華早報揭露了 Luxianti這家護膚品公司 可能即將結束其在香港股票交易所 14年的上市生涯 全球最大的另類資產管理公司 Blackstone可能為這次收購提供債務融資 由於即將公布的消息 Luxianti在香港的股票交易已於週二暫停 該公司的市值約為436億港元 約56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Luxianti近年來的利潤有所下滑 去年6個月的利潤較前一年下降了38% 而在中國科技行業的勞動力市場 正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 《月經亞洲》報導指出 中國的科技公司正在對非競爭協議的使用 達到了極端的程度以保留其員工 這些協議通常限制員工在離開公司 一段時間內不得為競爭對手工作 然而一些中國公司超越了這些標準協議 加入了更多限制 比如禁止員工加入與公司的投資者 或合作夥伴競爭的任何公司 這些過分嚴格的非競爭協議 被視為公司保持競爭優勢 和防止人才被競爭對手挖角的方式 然而批評者認為這些協議過於限制性 阻礙了行業內人才的自由流動 這三個事件雖然發生在不同的領域 但都反映了全球化商業環境中的一些共同挑戰 如如何在保持競爭力的同時適應市場的變化 以及如何在保護企業利益 與促進行業健康發展之間漲到平衡 隨著全球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 這些挑戰將繼續考驗住各個公司的智慧和靈活性 隨著全球科技創新和新能源車的熱潮持續升溫 中國近期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實在加強其在這些領域的競爭力 從金融支持到汽車產業的轉型 中國的動作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然而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行為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特別是在涉及外國選舉干預的問題上 據《南華早報》報導 中國正重新啟用兩種再貸款工具 以提供總計5000億元人民幣 約691億美元的貸款支持 這一舉措新和大規模設備升級 這一舉措引發了外界對於中國當局 願意在多大程度上進行貨幣寬鬆的猜測 特別是在美國聯邦儲備系統推遲預期的利率削減 以及中國經濟加強的背景下 中國人民銀行將向21家銀行提供這些債盤設施 利率為1.75% 期限為一年 在新能源汽車領域 根據目的投資者服務公司的預測 《南華早報》報導稱 到2030年 新能源車將佔中國新車銷售的50%左右 這一預測顯示 在未來6年內 隨著補貼和稅收減免支持新能源車需求的持續增長 中國的新能源車銷售比例將穩步上升 2023年中國的新能源車銷售比例已達到31.6% 超過了北京方面設定的2025年達到20%的目標 目的預計到2030年 新能源車產業將為中國的名義GDP貢獻4 5%-5%-5% 然而地緣政治風險可能會阻礙中國新能源車產業鏈的發展 特別是如果歐盟對中國製造的電動車徵收關稅 然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行為並非總是受到讚揚 據《日經》亞洲報導 加拿大國內安全情報局CSIS已經得出結論 認為中國干預了加拿大在2019年和2021年的兩次選舉 在一次關於外國干預的調查中披露的CSIS評估指出 中國進行了隱密和欺騙性的干預 以支持被認為是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或在對中國政府感興趣的問題上持中立立場的候選人 民估還強調了外國干預在加拿大的低風險 和高回報性質 這是因為缺乏法律或政治後果 百對派立法者和情報分析人士批評賈斯汀町 賈斯汀、特魯多總理的政府 未能做足夠的努力來對抗中國的干預 特魯多預計將於週三在委員會前作證 這些事件凸顯了中國在其追求 全球、科技和新能源領域領導地位的同時 也面臨著國際社會對其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為的質疑 無論是在金融支持領域的積極舉措 還是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前瞻布局 中國都展現出了其增強國家競爭力的決心 然而加拿大選舉干預事件則提醒世界 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的複雜性 要求各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 也需考慮其行為對全球秩序的影響 在中國的電動汽車伊犁市場 一場價格戰正在悄然展開 而Leoto理想汽車作為特斯拉在中國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 計劃推出一款更加經濟實惠的新車型 以吸引家庭用戶據南華早報 這款名為Leo Success TV的新車型 將定價低於30萬元人民幣約合40億 並將配備擴展範圍電池技術 理想汽車的目標是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提升銷量 其2024年的交付目標為80萬輛 較上一年增長127.5% 僅在2022年第一季度 開公司就交付了80、400輛車 同比增長52.9% 這一舉措無疑將為消費者帶來更多幸福的選擇 同時也為理想汽車在與競爭對手的較量中增添了新的籌碼 然而中美之間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競爭並非一帆風順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在訪問中國期間 就中國在新能源車和太陽能模塊領域的產能過剩問題發出警告 據《南華早報》 耶倫表示美國及其盟友不會接受中國在鋼鐵出口領域 曾發生的低成本傾銷情況的充演 然而耶倫同時強調美國並不尋求與中國脫鉤 對此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回應稱 關於產能過剩的指控是毫無根據的 耶倫還強調了兩國通過在訪問期間 建立的反洗錢工作平台進行合作的潛力 這一系列的艱難對話和爭議 讓人們對兩國在共同領域尋求共識的希望 產生了疑問 與此同時 中國的出行服務巨頭 ED出行與廣州汽車集團GSC的電動汽車 此公司GSC由New Energy Automobile計畫 通過他們的合資公司安迪科技 明年開始大規模生產自動駕駛電動出租車 據《日經亞洲》報道 這些機器人出租車將基於GSC的全電動XC 並配備BD開發的自動駕駛技術 這些車輛將具備4級自動駕駛能力 允許在特定條件下完全自動駕駛 安迪預計將在2025年開始大規模生產 並為BD的轎車服務提供約10零輛車 該合資企業旨在通過大規模生產 降低4級自動駕駛車輛的成本 總得來看中國的電動汽車市場 正處於快速發展之中 無論是理想汽車推出的更經濟實惠的 家用SCC實惠的家用SLBC 還是第一地與廣企合作推進的 自動駕駛出租車項目 都在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更先進的選擇 同時中美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競爭和合作 也在繼續展開 儘管存在分歧和挑戰 但雙方都顯示出了尋求共同發展的意願 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擴大 未來的電動汽車市場 無疑將更加多元化和充滿火力 在金融市場的波瀾中 香港的首次公開募股IPO市場正迎來春天 而中國內地的股市則因監管限制面臨挑戰 據南華早報報道德勤預測 得益於強大的候選企業隊伍以及中國公司 在香港上市的推動 香港交易所預計將迎來增長 預計在2024年將有80家IPO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籌資達到1000億港元128億美元 儘管年初以來市場開局緩慢 僅有12家IPO籌資47億港元 但北京採取的更強有力措施 以促進中國經濟增長 加上美國今年晚些時候可能的利率削減 都有望扭轉局面 與此同時 在HSBC全球投資者峰會上 業界領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進行了討論 Hermafair Capital集團的創始人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吳祖六 在一個小組討論中表示 認為中國是不可投資的觀點 是膚淺且懶惰的 他強調 儘管當前面臨挑戰 吳祖者不應忽視中國的潛力 吳祖六補充說 中國仍然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單一貢獻者 並且擁有不容忽視的龐大產業 此外 經濟學家金克宇指出 中國正專注於技術創新 如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領域 這些是高回報高風險的模型 充滿不確定性 這兩篇文章共同描繪了一個 充滿活力且複雜的投資景象 一方面 香港的IPO市場正準備迎來春天 隨著北京採取措施促進經濟增長 和美國可能的利率削減 市場預計將會有所反彈 另一方面 儘管中國內地股市 應監管限制面臨挑戰 但中國的經濟潛力和對技術創新的重視 特別是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前沿科技領域 仍然吸引著全球投資者的目光 通過這兩篇報道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無論是在香港的IPO市場 還是在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中 變革和機遇並存 對投資者而言 這不僅僅是關注短期波動的時刻 更是洞察長期趨勢 把握投資機會的關鍵時刻 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 和科技創新的快速發展 未來無疑將為全球投資者 帶來更多的驚喜和挑戰 順便播報的內容 是六度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 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 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 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 六度簡報的立場 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 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網址是6.brief 逃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